澳门科技大学23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之第二届探索医学前沿峰会 转化医学与药物研发 一连两天的会议于4月3号在澳科大隆重揭幕 并通过线上形式同步播出 开幕式上澳科大副校间兼校长李行为表示 本次峰会是医学部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校庆活动 医学部着重于科研与教育的发展 以应对现实对教学、科研、创新和服务需求的急速变化 同时提升大学在全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并融入国家、大湾区及澳门大健康占领发展 作为一个医学研究及教学的平台 本次峰会旨在考论转化医学与药物研发的最新进展 峰会当天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奖者 奥科大艾尔文内尔博士生物物理与创新药物实验室主任 奥科大特聘教授、荣誉博士、艾尔文内尔教授 以细胞信号和结构生物学的研究进展 药物开发和肿瘤研究的新选择为题 进行主旨演讲 4月4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奖者 奥科大熊育博士彼得杜赫提教授将通过线上 带来以如何面对下一亿的大流行病为题的主旨演讲 开幕式当天 其他的主旨演讲嘉宾还有 香港大学霍广文抗力基金精准医学教授 金冬燕教授 南京大学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人 孔令东教授 香港进会大学暂任首席创新总监刘乐廷教授 4月4号肖瑞萍教授 邓初夏教授 袁国勇教授 郑永奇教授 葛若文教授 以及张有名教授等专家学者 还将带来精彩主题演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